《狼王老郑》 他们发生争斗的 拼命的内容 那就是交配权 在这一年的冬天 发行期到了 这个狼王阿黄 他跟大公狼关系也非常好 跟赵黑豹关系也非常好 但是 他要从中间 决着一个谁 和他一起交配的问题 大公狼 赵黑豹都在抢那个交配权 所以他们平常 都在发生争斗 一直在欺压的对方 但是为了交配权 马上就要到他们进行了一次 血的战争 非常惨 在这次战争当中 我也冒着生命危险 把他们给分开 没有让他们分出胜负 最终的爱情 被 炸黑豹 获取 大公狼 西狼王阿黄 黑豹 其实他们平常的关系非常好 一起玩耍 而且呢 这个 老狼王阿黄 给人那个大公狼感情 也特别好 在我印象当中 拍摄的视频当中 感觉 他还是对同类 更有吸引力 对黑豹呢 是一种感恩和害怕 最终呢 他们之间 为了 这个大公狼和帐豪 为了争夺阿黄的交配权 展开了拼死的搏斗 其实在中间有一段内容非常吸引的 就是我们平常的关系 非常看似非常好的朋友 感情非常好 但是在爱情面前 没有一个人退去 没有一个人让步的 是不是动物也和我们人一样 为了爱情 也可以拼搏 也一样和我们人一样 为了爱情 不顾一切呢 看到我视频的朋友们 老铁们 你们身边有没有这个故事发生呢 如果有的话 可以分享给我哦 我带大家一起分享给更多的人 了解到更多的故事 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老王老周 更多精彩节目 下期再见 拜拜 下期再见